你知道把你的幽默感放到最大嗎 像有一次我就是在 跟朋友去吃一家餐廳 然後在吃的時候 我就過程發現 隔壁桌有做一個女生 然後是我之前認識的 可是我們沒有留 我們只有留聯絡方式 但是沒有真的聊天 然後我就看到她 然後最後我們就先吃完了 然後我們那一桌 我就過去跟她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完我們就走了 然後結果他們自己 到了晚上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訊息我說 你怎麼把我們的帳給買了 單也買了 然後我就說那就是剛好 因為我就說這是我朋友的店 我剛好幫她促進一下這個消費 也是OK的 然後我就說我就希望 我們的關係可以像這個 帳單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算在一起 很厲害 好可愛喔 很厲害 好可愛 喜歡我們這期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準時 收看到我們每一集的影片喔 馬上通知你 接下來 她號稱亞洲撩妹王 全民禽獸 愛撩妹搞笑形象 升職人心 她最大的興趣就是 最大的敵人就是有颱風 所以她就沒有辦法帶妹去花蓮 三到一七三 她的一句話就會讓你 使命必達 遇見我之後 妳的生肖會屬老虎 我會讓你屬虎喔 屬虎喔 你什麼時候要帶我去花蓮 還在提 你知道你上次那一集播出之後 超多人看耶 真的喔 你知道智希 我後來就真的帶了她 跟她的爸爸媽媽一家人 去花蓮 我們就去花蓮玩 對啊 我玩得好開心喔 但在過程中我一直覺得 有我的影子 去哪裡有什麼東立東 我好像是在幫康律東還那個債 智希 到底那一集說了什麼 讓我來跟大家錢 請提要一下吧 妳認為自己是不是 妳是外貿協會嗎 講好的嗎 對啊 我們憑什麼嚴控 但是我發現你在追求的對象 不管有沒有成功 你看小姐在旁邊 點頭如搗蒜 都是正妹耶 都是正妹耶 沒有啦 我在跟智希交往之前 後來智希跟我交往 她說你知道 張立東其實有約我吃過飯嗎 沒有...我知道了 出去了 有一次 那時候她好像跟李懿滿好的 對 因為李懿就是好心 我身邊的朋友 如果有單身的 我就...她就拿來 這樣 就是像藍牙配對 我剛剛講錯了 像藍牙配對一樣 她眼睛紅喔 她為什麼要拉著你喔 像藍牙配對一樣 比如說她也單身 她也單身 只那時候我們記得要安排去 好像是去宜蘭 要玩兩天一夜 兩天一夜 過夜 然後咧真的去喔 沒有沒有 豪心有颱風 智希要感謝那個颱風 幹嘛要感謝 所以你沒事好不好 對啦 那這段就不用講 哈哈哈哈 張立東還有哪些聊妹招式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你浪漫嗎 浪漫我覺得第五個啦 就是會準備驚喜跟禮物 我就記得那時候呢 我有交過一任女朋友 她非常喜歡蔡依林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是幫她搶票 然後她就很開心 我們就一起去看演唱會 看的時候呢 看完她就整個很投入嘛 看完她就開始沉醉 在那個蔡依林的世界裡面 就說她真的是我的偶像啊 然後我就說 我這邊還有比蔡依林 這個更厲害的禮物 你要不要看一下 在我手機裡面 她說不用啊 我剛剛都已經看完 現場演唱會了 她有什麼 然後我就直接 播我的手機 結果是 蔡依林祝她生日快樂 有念她的名字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 在她生日兩三個月前 知道這個演唱會 我就開始想辦法找 找任何有關係的人 這樣簽簽簽簽 簽到最後 簽到認識她的那個 經紀人 然後幫她錄這一段 祝她生日快樂 她看到馬上眼淚這樣 啪啊 就流淚了 這個會中 對啊 那你認識人真的很多耶 這個要花兩三個月 她還去參加 周杰倫的英國婚禮 對啊 我正要講這個啊 憲哥都沒被邀請 對 憲哥講一杯 連西田都沒有 還有有一次 比如說 那時候我有交過一個女朋友 她是上班族 然後呢 因為上班族 他們有時候要出差 公司安排他們 他們住那種小旅舍你知道嗎 就是看起來 很舊的 很舊的 然後呢 我女朋友她比較靈異 靈異體 敏感啊 比較容易敏感 如果住到那種 會刷到啊 容易會不舒服 她馬上就跟我講說 那天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不敢一個人睡 因為只有她一個人 你一定很開心啊 在約你了對不對 她因為已經交往了啊 沒有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我就工作完 我直接就開車 從台北 一路開 開到台南 然後中間路途 我還因為她很害怕嘛 我還開著就是直接手機 一直陪她聊天 視訊 然後到那邊呢 然後陪她 然後就是到早上 早上的時候我就 因為我還是要工作嘛 然後我就留個紙條 然後跟她說 啊 那你也不用再住這邊了 因為我幫你 訂了附近的那個飯店 好一點的 接下來兩天你都住那邊 我就陪她那一天 然後我就回去 哇 她就覺得很貼心 那為什麼你也分手了 就是 她又遇到更好的人 不是 因為她也想看 五月天的演唱 她性很快 弄不到 她不想看蔡依林的啦 東 嫌自己的身高 但是我跟妳講 剛剛講了妳的幽默感 我覺得那是 你怎麼樣讓自己 在一群人裡面 然後讓人家就看到妳說 哇 方順吉在那裡 方順吉 沒有 像我個人最大的 就是幽默感 我覺得把你的幽默感 放到最大 像有一次我就是在 跟朋友去吃一家餐廳 然後在吃的時候 我就過程發現 隔壁桌有做一個女生 然後是我之前認識的 可是我們沒有留 我們只有留聯絡方式 但是沒有真的聊天 然後我就看到她 然後最後我們就先吃完了 然後我們那一桌 我就過去跟她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完我就走了 然後結果她們自己 到了晚上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訊息我說 妳怎麼把我們的帳給買了 單也買了 然後我就說 那就是剛好 因為我就說這是我朋友的店 我剛好幫她促進一下 這個消費也是OK的 然後我就說我就希望 我們的關係可以像這個 帳單一樣 就是我們可以算在一起 這樣 很厲害 好會喔 很厲害 好多一點 那如果男生 有得分 對... 然後那個女生又開心 又覺得說你在講什麼 然後又覺得說 有趣的 而且是聲勢有禮貌的 我們也不求怎麼樣 那至少 那我們後面就有進一步的聊天 可以大家也再約出去 他也可以再回請我 這也是OK的 但是至少我們有多了 第一步的認識 對啊 也不會讓女生有覺得很大的壓力 對 對... 你下次我們吃飯遇到 你也可以 你也要算在一起是不是 沒有... 你可以幫我算在一起 我真的... 沒關係喔 沒有啦 姐姐的範圍也很大 男生你其實也不要 對自己的容貌焦慮太過 沒錯... 如果你想要提升自己的顏值 教大家 你去簽合約 簽合約 什麼意思 因為簽合約的時候 對方都會說 為什麼 妳好好看喔 看清楚喔 妳好好看 妳好好看 好好看 菁姐 謝謝... 妳好好看喔 可以啦 真的啊 因為我覺得這種幽默感 這真的才是長久的 而且很有魅力 很有透露啊 是啊 透露也滿滿的 一套接一套 我跟你講 你如果在幽默 然後又會在海邊奔跑 我跟你講 一百分... 連鯊魚都過來了 鐘哥跟立東 應該說立東 有點不鐘哥的... 後塵 沒有 他不會 他比我強太多了 沒有沒有 他是我跟你講 他是一堆女生等他去挑選 真的 是喔 沒有 那你在挑什麼呢 立東 就是比如說我朋友有幫我介紹 就是圈外的朋友 對 然後呢 那也是一起吃飯 回去那個... 他就跟他媽媽說 欸 我今天跟誰吃飯啊 對... 他媽媽一聽到 跟誰 他說張立東 他說 夭壽 那是全民禽獸 你趕快去吃飯 就是我們的印象 會讓人家覺得說 對 好像女生... 女人也很好啊 我也在成功 真的 尤其是我們諧星 就背負了這個罪 我們說拍一些偶像劇的那些 那些其實玩得更兇 根本都沒有... 不想說 看我們... 其實我們諧星反而是最辛苦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做效果 對啊 我們大部分真的都做效果 對啊 都很優質 有點不忍